如果说黄柏鸣擅长以小博大 红金宝拍戏是人情变天下 那么成龙作品绝对是超能力的魔法 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 不论是成龙主演还是成龙导演的电影 没有一部不体现着贵这个字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部拿着一亿经费 拥有三菱公司全力支持 还联动了动作电影界五大导演 却使成龙和佳和留下无数心酸泪的动作片 霹雳火 本片背后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吧 1995年成龙主演的电影《红番区》 以一个多亿的制作成本 颠覆了观众对于港片的人知 而之后的全美供应和四亿多票房 更是让成龙一举打入好莱坞市场 这一系列的成果 令他的老东家家和看到了商机 于是苏莱热衷于赚钱的领导 决定趁热打铁 在同一年继续推出了电影《霹雳火》 众所周知 在香港影坛 成龙拍摄的电影一般都是最贵的 因为自70年代的罪权开始 成龙逐渐在香港出名 尤其是他加盟加和之后 演艺事业更是顺风顺水 A计划 警察共识 最权二 成龙每出产一部新片子 加和公司便能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加和没想到的是 这些成就让成龙的底气越来越足 加和公司遵循卫星式运作 简单来说就是 只要你有实力 有票房 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出钱支持 维持双方的互惠互利 这一点参考成龙出产的奇迹和飞鹰计划就能看出 1989年的奇迹制作成本高达6800万 在当时众多投入仅有几百万的影片中 原本已经是身价最高的 可两年之后 成龙又用1.15亿的飞鹰计划自我突破 当然如果影片赚钱了 自然皆大欢喜 但是两部电影 一部比一部凄惨 加和为了及时止损 强力控制成龙自己当导演 毕竟他花钱如流水 不过这根本拦不住成龙的脚步 更别说他现在还拥有红番区作为底气 于是在加和要求拍摄霹雳火时 成龙大手一挥刷出来两亿经费新纪录 两个亿放到现在 也算是大投资大制作了 何况是在26年前 剧组拿着经费先后在日本仙台 东京和美国洛杉矶 纽约等地实地取景 同时运作和毁坏了百余量顶级赛车 成本直线飙升 本以为大制作的霹雳火会像红番区一样 引爆全球 只可惜大手笔的投入迎来一季当头爆赫 该片在香港的票房一如既往的不错 不仅卖了4564万港币 还成功位列年度票房亚军 但是没想到 电影在海外市场只卖了2000万美元 折合成港币大概是1.5亿左右 听起来是不是挺多 但是仔细核算投入和收回的比例 再想想 根据当年35%的主流分账规则 红番区赚的钱全部填空后 佳合还倒赔了一个亿 而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成龙的招牌是喜剧和动作 打开北美市场也是凭借今天一跳 可霹雳火的重头戏全在赛车上 国外市场对特效做出的飞车戏早就习以为常 碎片中这样不务正业的做法 观众自然不买账 不过花了两亿做出来的片子 整体内容还是可圈可点 尤其作为一部赛车类题材 很多东西港片电影都没涉猎过 所以虽然影片的署名是陈家上拿到了导筒 不过参与指导的还有四位动作电影大牛 红金宝 唐继里 陈勋奇和袁奎 起初陈家上和成龙打算用悲剧结尾 打造一部国际大片 然而陈家上拍摄文戏游刃有余 对于大场面的动作戏却有点吃力 所以两人请来唐继里负责香港飞车赛 陈勋奇担任日本和其他赛道飞车设计 至于红金宝和袁奎 则是继续负责他们的拿手好戏动作设计 就这样安安稳稳拍摄到一半时 红番区在北美火爆上映 家和老板便要求保持成龙的幸运小三人设 将剧本改为大团圆的喜剧效果 以至于陈家上直接退出了后期拍摄 所以电影赛车和动作场面看起来十分割裂 还成了观众质疑的一个运伤 当然五位大佬拍摄时绝对兢兢业业 成龙自己也很努力 动作场面尽量亲身上阵 但是成龙腿短 打斗时会习惯性抬起屁股 所以有一个动作拍了很多遍都不美观 于是每次踢腿 红金宝都让替身上场 可惜这样小心也没能阻止成龙脚骨被撞裂 好在成龙一向很敬业 依旧在片场坚持 相比成龙的敬业 作为影片女主的袁咏仪就有些任性了 电影杀星后进行成片时 后期发现袁咏仪有几句台词没有录进去 成龙便打电话给袁咏仪 希望她能抽空去补录 谁知袁咏仪一口回绝 无奈剧组只好找别人补了这两句台词 事后成龙很是恼火 直接向此事投诉给导演协会 后来袁咏仪在香港再也没有接到片约 直到2017年 两人在曾志伟牵头下和解 长达22年的矛盾也一笑而过 不得不说 上世纪的香港影坛仿佛一个江湖 不仅电影作品经典回味无穷 电影背后的故事也是充满少年意气 再次重温那个年代的影片和故事 依旧为之赞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电影幕后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